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山大学 陈年兴教授 那么他是原来他的国科会的计划 主要是用资讯的设备 那么来连结亚洲地区的高中生 那么他们在还没办法亲自见面之前 他们透过网路来进行小组的研究的合作 那么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那么这十年来从原来的很小的规模 逐渐的增加到每一次都大概有五个国家以上 那将近一千名学生参加 那他们是以半年为期 就是每一年十二月的时候一定都聚集到高雄来 那么在六月七月或者是暑假期间 会选定一个城市 有时候在东京 有时候在亚加达 有时候在首尔 在其他国家的一个城市 那么是老师过去 老师过去大家 来讨论说 未来这一年 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还有学生已经分组了 我们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他们一组一组里面 同一组里面 那么一定要有各个国家的学生 所以 一组里面有韩国的一个 日本一个 可能台湾的一两个 然后甚至 这个马来西亚 印尼 这些学生 他们在网路上面的话 他们已经很习惯 用网路跟其他国家的 青少年 大家一起讨论问题 然后等12月的时候 他们来面对面 见面了以后 那我们再让他们有一天的时间 把他们过去一年来 他们讨论的结果 然后看要用这个PPT党 还是用这个现场画海报 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 做口头的一个发表 然后再有一些指导教授 这个也有各国来的指导教授 还有中学的老师 那他们来给他们一些指导 然后再来其他一些联谊的 这些活动 我们觉得在十年前 就能够有这么 前瞻的一个眼光 那么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高雄市教育局 觉得非常的光荣 那么在中山大学 陈年新教授的指导之下 那么我觉得让我们高雄 能够这个主导 亚洲地区青少年学生的 一个交流 让我们的孩子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交流的经验 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